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脑补军 世间有无数的大门 但是有这样的四扇大门 密封着世间无数的秘密 几百年来 从未被人们打开过 传说只要打开这四扇大门 新世界就会到来 今天脑补军就带领大家去看看 这四扇无法打开的神秘大门 第一个太极灵 太极灵作为印度知名度最高的建筑之一 它全名为太极马哈拉 是一座白色大理石建造而成的巨大陵墓 现如今已成为印度境内一大旅游景点 据说太极灵背后还隐藏着一段 凄美的爱情故事 一位来自波斯的美丽聪慧女子 她多才多艺 入宫19年深得皇帝喜爱 为此沙杰汉还封他为太极马哈尔 亦为宫廷的皇冠 可谓集三千宠爱于一身 但是自古红颜多薄命 古今中外皆是如此 太极在39岁时生下了第14个孩子后 香消玉允 此消息传来 沙杰汉竟然一夜白头 伤痛欲绝的沙杰汉决定 为他的爱妃修建一座绝世仅有的陵墓 他动用了皇室特权 据全国之力开始修建太极陵 然而建造这座陵墓可谓是劳民伤财 几乎动用了印度当时大部分财力和物力 据说这座伟大的建筑 动用了1000多头大象 2万多名工人和20多年的时间才完成 宫殿设计的非常独特 4个高约40米的尖塔 矗立在巨大平台边缘 看起来十分漂亮 但是当初宫殿设计却是与美学无关 因为当时很多巨型建筑都被自身重量压垮 所以太极陵设计师就让塔楼远离坟墓 此外他还让塔楼有一点巧妙的倾斜 这样即使掉下来也不至于损坏太极陵其他部分 太极陵除了有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 内部还有很多充满神秘的地方 其中就隐藏了许多密封的房间 这些房间没人可以进去 而关于这些密封的房间是众说纷纭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 这些密封房间是由大理石制成 如果暴露于外界 就会和二氧化碳结合变成碳酸钙 这样房间也就容易脱落 最终会让太极陵的四座塔楼倒塌 所以一直封闭着这些房间 但是事实真相如何还未完全揭开 第二个帕德玛纳八十瓦米庙 帕德玛纳八十瓦米庙 是有着亿万宝藏之称的神庙 这座神庙的宝藏之所以可以重现天日 还要感谢一位叫桑达拉拉江的人 他曾经是当地政府的情报局官员 退休之后定居于神庙附近 作为印度教虔诚的信徒 他每天都去神庙祷告 在此期间他发现这里安全工作不够好 于是向联邦法院投诉 要求政府收回神庙的管理权 同时负责神庙内财产的处理与管理 之后神庙就交由政府负责 负责清点神庙资产的管理人员 将神庙的六个地下密室 分别用英文A到F进行编号 之后他们打开了这些 已经封闭140年的密室 最终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打开了这些密室 在2012年 前五个密室向人们展示了无数珍宝 里面无数的黄金 宝石 还有一些无价之宝 其总价值超过一亿万卢比 约合1450亿元人民币 但是第六个房间呢 密室的门始终是关闭的 据说并非人们不想打开 而是许多人相信 这个房间的大门是有致命的诅咒保护 只能由圣人念动诅咒才可以破解 但是现在无人能够胜任 所以目前也只能暂时封闭 第三个 尸身人面像 尸身人面像是世界上最大的整块巨石雕像 这个人面雕像高18米 长73米 宽19米 一直静静地守候在金字塔旁 根据科学家估计 这个雕像已经建造有4500年之久 多年来科学家一直致力于揭开其雕像的秘密 根据考证 雕像是由100人花费3年时间雕刻而成 并且原始的雕像比现在的还要庞大 更有意思的是 当时建造雕像的人并不是奴隶 而是雕刻记忆精湛的工人 而且这个建造者也不是法老胡夫 而是他的小儿子 哈夫拉 这个雕像就是代表 哈夫拉他自己 根据原始对比 哈夫拉金字塔与雕像的石头 是同一种 当然这些并不是石神人面向的最大秘密 考古学家在地震仪的帮助下 在雕像下面发现了两个深度为7.6米的巨型房间 这些房间就位于雕像的两个爪子下面 有些人认为 这两个大厅里存放着记录生命本身的秘密 还有一些人则认为 这里记录着亚特兰蒂斯秘密 然而这两种理论都没有任何证据可言 而这两间房间入口都是被密封的 人们无法进入其中去查看 这也阻碍了人们揭开地下室的神秘面纱 第四个 秦始皇陵 说到秦始皇陵 想必大家都是耳熟能详 这里躺着中国第一位始皇帝秦始皇 他的陵墓修建规模空前宏大 内部结构也极其复杂 可以说是其他皇帝都不能急的 秦始皇陵的修建总共耗费了38年 根据史料记载 陵墓内部水银化成山川大河 头顶的夜明珠日夜交灰 金银珠宝更是数不胜数 这一切都是因为秦始皇梦想着死后 也能享受生前一样的荣华富贵 所以内部都是按照皇宫为模板建造 其实秦始皇陵到现在一直不正式打开 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个是技术手段有限 秦始皇陵的发掘不同于普通古墓 无论是专业技术还是保护手段 都不能有任何差池 秦始皇陵内的文物实在太多 如果挖出来得不到有效保护 那么很多珍贵文物都会瞬间氧化 据说秦始皇陵冰马俑当初刚挖出来 也是色彩艳丽的 只是颜色很快被氧化 才成为如今的土黄色 而且里面还有大量的丝绸与精美字画 甚至还包括始皇帝的龙袍 这一切都可能会瞬间化为乌有 第二个是 目前人力财力有限 根据目前技术勘测与反馈 秦始皇陵大约占地56平方公里 相当于80个故宫那么大 而且是深埋于大山之中 如果决定开始挖掘 那么就需要持续不断往里投入财力物力 而且随着挖掘时间的推移 只会投入的越来越多 并且后期维护如此多的文物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对于国家目前来说 还是难以承受的负担 最后一个就是不可控因素太多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都知道秦始皇陵地宫埋藏的非常深 甚至穿过了好几层地下水源 目前专家缺乏挖掘这一块的经验 一旦深入地宫之下一切都是未知的 如果处理不妥造成的破坏 可能就是毁灭性的 而且里面设置了大量的机关 一不小心也可能有大量人员伤亡 那么说到最后 这四个地方的秘密 你们最希望哪个真正打开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脑补军 我们下期再见